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德同修 佛法里面所讲的三十七道品 这是世尊教导我们的纲领 教导我们的原则 因此我们不能把它局限在小城 天台大司就是隋唐时候的智者大司 那么他老人家就 以这个四教来解释道 佛法寿命初 他就有 纵通别人四种说法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原则纲领 是同事一切法门 那么因为众生机缘不相同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根性不一样 程度不一样 那至于我们的深厚环境 意识形态不相同 所以佛的说法呢 真的是无量无别 不管说的怎么多 归纳起来 总不出这些纲领 不超越这些原则 所以这个大小陈经里面 名义虽然不同 我们能够掌握到纲领 就能真正得到修学的利益 在弃菩提风里面 除了策法之外 其余的六条 都是对峙我们修学一些障碍 这些障碍呢 几乎都是共同的 不但现在人有 古时候人也有 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人也有 所以这个不足以为奇 那么大致说起来 一种呢就是昏沉 所以昏沉是打瞌睡 精神提不起来 特别的是在禅座的时候 这个禅堂里面打坐的时候 还有我们念佛堂里头 直径的时候 绕佛的时候他不会 拜佛的时候不会 到那盘头一坐 即生佛号念住了 他就睡着了 所以这个呢 这叫昏沉 这个当然功夫提不起来 这是一个毛病 另外一个毛病呢 是吊指 就跟这个恰恰相反 他一坐在那里 心里头就七上八下 不坐好像心还蛮清净 他一坐下来 妄想纷飞 不晓得从哪来的 他以为呀 吓得他就不敢坐 他说我一坐就有妄想 不坐没有妄想 其实 他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平常呢 就是那么多的妄想 你不坐 没有觉察到 但要坐的时候 才发现那么多 绝对不是说 你直径的时候 禅坐的时候 会有很多妄想 不是的 这个一定也想的 那么你要有对峙的方法 这个 七菩提风后面这个六条呢 就是教给我们对峙的方法 那么这是在诸节里面 都说的很详细一点 那八正道 是修学成就 正知现行 就是我们 在三规里面讲的 热而不明 可是这个也是说的原则 大小臣 宗派不相同 解释了 就不一样 就是说 这个八正道 正见 正思为 正于正业 乃至于到正定 禅宗的正见 跟我们净土宗的正见 就不一样 禅宗要用正土 净土宗的正见呢 就叫邪见 跟他的法门不相应 那我们净土宗的 那我们净土宗的 要用禅宗这个正见呢 我们叫悟虚空 这绝对不能往生 禅宗的正见 就是 谭经里面讲 本来无有 心地一念不生 那是他的正见 我们净土宗的正见呢 就是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的正见 可见的那不相同 禅宗所谓念佛一生 要漱口三天 法门不相同 所以解释就不一样了 都是这八个名词 每一个宗派 有与他本尊修学相应的解释 所以他也并不是有一定的一个解释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那么但在佛学常识里面讲呢 那就是 容和各宗啊 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讲法 解释这个名词的定义 解释名词定义 所以晓得它有各宗 各个法门不同的讲解 那么经历里面跟我们讲的 念三宝 这句话非常重要 要晓得 诗出世间法 诗出世间法 念的关系最大 诗出世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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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拿起 fundamental章益 地上我们理解释 在科学家的说法 宇宙 人生 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 说再讲今天科学所能够观察到的这个宇宙 在整个大宇宙里面是很自小的一部分 并不完整的 只看到一个句话 科学家现在也承认 也明了 知道空间是 无限资源 我们能够观察到 现在只能观察到三度空间四度空间 超越这个次元的就观察不到 而空间是无限度的次元 那由此可知 今天科学能够觉察得到的这个空间是非常的有限 二号告诉我们 无尽的时空里面 这一些现象 这个现象就包括了设法界了 包括了额量无边祝福察同 从哪儿来的呢 从心想上的 所以那个能变的根源呢是一个 所变出来的境界无量无边 那么如此 可知 那个心想的关系太大太大了 这个心里面想什么 就变现什么 所以你想佛 他就变佛的境界 你就成佛了 你说 怎么成佛呢 想佛就成佛了 所以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那么换句话是 你想菩萨呢 你就成菩萨 也许同学们也要问 我想了好多年我也没成佛啊 你想了好多年之所以不能成佛 是你不如理不如法 就是你想的与这个理论不合 与方法不合 你想错了 想错了 你打妄想啊 想错了 想念佛的时候 心里面还有许多妄想 还有很多贪嗔痴慢夹杂在里面 所以你那个想啊 是个乱想 乱想啊 那么你 你的结果呢 就乱了 结果就乱了 就对不到 你所想象的 那个狗巴了 所以佛教给我们 要专想 那个力量 那个力量就大了 你要是专想佛 你一定成佛 所谓专想里面 就是我们想佛的时候 就是念佛的时候 里面决定没有架杂 不但世间法里头不可以架杂 佛华也不能架杂 你看西方确实就明妙行菩萨说得很好 他说念佛最怕夹杂 他说念佛最怕夹杂 夹杂写什么呢 念佛人呢 又去念经 又去持戒 又去参禅 又去做法会 搞这些拉拉杂杂 这就是些夹杂 这夹杂呢 就把你的功夫破坏掉 什么功夫呢 心力 力量散掉 不能集中 这个是你观想 不能成就的原因 所以要专想 专想 这个效果 很容易 见到 怎么世间人 念佛不专 有些事情的 他都难专心 你看年岁他 退休的人 退休了没有事情了 没有退休的时候 他有工作 他一天到晚就想他的工作 当然他也不是专想 也是乱想 所以他的工作成绩 并不是很显著 退休之后呢 没事情 没事情想什么呢 想老了 他不想别的 你看我老了 随便老人 没用了 老人 瞧不起了 他想老 想老 他就很快点 就老化掉了 没有退休的时候 他一年一年过的 看不出他老 退休之后 一年比一年 那个衰老的明显 好像一年呢 过了十年一样 老化的好快 这一老之后 他就想病 心情真的痛 一生都是病 他怎么老的 想老的 怎么病的 想病的 这病了之后 想死 你就死了 这个跟佛法里面讲的 完全和和道一样 所以一切发生 心想着 你知道 想老就老 想病就病 想死就死 那想成佛 怎么不成佛呢 同样一个道理嘛 所以佛教我们念佛了 理论的根据 就在这里 地的确确的 一切法 重新想着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第一个 心理健康 千万不要去想老病死 不去想真 想这个很糟糕 搞六道轮回 这个就太苦了 去想佛 佛上 经常叫我们念三宝 到达西方 极乐世界也不例外 还是念三宝 念佛 念佛 念神 三宝 真实的意思 是绝正经 这个要知道 念佛的发生 报生 病化生 这是从相上 去观想 从相上 要能回归到自信 自信的佛宝 就是 当然 智道 明明 觉良 简单的说 就是 与一切法中 绝而不明 这是自信的佛宝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佛的形象 要回归到自信 这个很重要 佛 佛的教法 里头有教理行果 所以法有可以分为的四种 教法是佛的教学 这些经典的文字 这是水教 佛宝 我们讲经说法 因神是教 教里头 有理论 我们听教 看经 要明它的道理 黎明了之后 要知道行 怎样做到 怎样把这些道理 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 让我们得到真实的受用 那就是古 古的这个法 所以它有古实在里面 这是我们真正可以能够受用的道理 那么回归到自信呢 就是真知真见 法华经里面所说的 入佛之见 这个是真 真知真见 三宝 三臣 邪神 神闻 原觉 菩萨 这小臣 四国罗汉 三国以前呢 我们称他做邪人 菩萨 里面 是住 是行 是回向 我们称为三行 从粗地到等觉 我们称为 神人 三行 是神 这些 都市 神闻 真正是 正了古的 这些修行人 三臣 贤圣之宫 都由在家出家 都由南中 四中弟子 通通 居足 他给我们的 启师 这也是从 总纲 里面上说 无论你修学 哪个法案 总不外乎 这个 禅家讲的 禅定 我们净土宗旨 讲的 清净性 就是不外乎 清净性 修行 修个什么 从刚灵上讲 都是修 清净性 你用什么方法修 那方法很多 我用念佛的方法 他用参禅的方法 他用念斗的方法 方法很多 修 都是修 一桩思绪 都是修 清净性 念佛 叫做清净性 宣传 叫做禅定 宣伟的 叫做相应 名词不一样 实际上 是一桩思绪 那么这是 修 清净性 三桩里面 清净性 里面 自自然然 活活 人与人之等 能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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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话说 自自然然 他能团结在一起 那么这是 敬 敬而不然 这是三宝 简单的 其实 从 别相 三宝 要会归 自信 一提三宝 这样 这是 真正的 修行 所以古人讲 听修 就是听经 或者是读经 要在 大开 圆解 要开智慧 智慧要圆融 修行 要在 转实 成智 也就是讲 要 会归 自信 就 转实 成智 换一句话 算 Ende 佛Go 之处 都要把他 应用 在我们 日常生活中 你才能得到 受用 dlm excited 看到佛经与我们平常生活不相关,那就错了。 那这种东西我们学到干什么? 从我们一早起来,穿衣吃饭,上班工作,厨师,待人借屋, 字字句句都是最宝贵的教理, 是我们在生活,在工作,在事业,在厨师,待人借屋,都能做得非常圆满, 都能做得快快乐乐,这是佛法。 那么我们看看,现在许许多多人学佛, 他那个佛法是佛法,生活是生活,完全脱了机, 这个脱了机了,就是世间法常讲的所寻如非所用啊。 这不是学佛,这个学错了。 佛法学了,一定有用处。 所以念佛,我们对人,对死,对无,不迷惑。 这就用上了,生活用上了。 念佛,我们的看法,想法正确,没有错。 念僧,我们在所有一切境界里面,都能保持着清净心。 绝不被外境所污染,他真用上了吗? 这叫念三宝。 经理你,跟我们说的西方世界,这个七宝罗王,七宝杭树,这个风树,风吹着树叶,因为它树是宝树。 那个树叶跟树叶碰到的时候,都会发出声音,就像我们的风铃一样。 那个身影,那个身影呢,非常的美妙。 就像交响乐章一样,因为西方世界,那个风吹着,画树,那个发出的音声,是有节奏的。 它不是乱的,是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越力为神,变化所作。 所以,那就是阿弥陀佛说法了。 你什么时候想听,什么时候就有声音,想听什么经,想听什么发门,它时时刻刻,随心所欲地为你演奏,为你设法,所以你自然会念三宝。 自然得正面了。 这个里头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实在讲呢,妙不可疑。 真实,不可疑。 文房,那个功德了,是面三宝啊。 这时,世尊在弥陀经里面,多次地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学佛,发是听了,精是念了,不晓得念三宝。 这不晓得念三宝啊,就是佛华真正的受用,忘掉了。 佛华在面前走过,看到了,听到了,没有受用的。 因为这个多可疑。 由此我们就体会到,念三宝就是真实的受用啊。 无论是什么经典,无论是哪一个法门,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念佛也好,参禅也好,念咒也好,诵心也好,都要能够懂得念三宝。 这个念三宝就是刚才我讲的,当作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提醒觉正经,这就是念三宝。 我们觉不迷,正不邪,静不染,你就得佛华真实受。 这就是真实的受用啊,不是来生来世啊,是现在啊。 学来佛现在就不迷,就不邪,就不染啊。 真人才叫真正的佛弟子,你是在真正学佛。 非常可惜啊,今天读经的人很多啊,念佛人很多,参禅也很多, 他就是不能够得受用,不得受用。 我们说话,功夫不得力,功夫不得力,没受用。 啊,依旧还是明,还是邪,还是染。 这样学佛了,都叫白学了。 所以会学佛的人,他的这个念佛念法念生,天天在进步,天天在振扎。 啊,换一句话说,他的决阵劲天天在增长。 这个是真实的受用处,所以这句经文很重要。 你学佛能不能够得受用,就在这一句。 那么在本经世尊为我们开示的这些话里面,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 有情是佛菩萨们,无情是丰树流水。 统统统都说法了。 情与无情,同学妙法。 要用天台的话来讲, 要用天台的话来讲, 赞同别人, 四教的教学, 有无量的画门, 西方世界, 全部都开眼。 所以, 法门无量实验学,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学, 是决定得去。 无量无边的法门, 想学什么, 都能满足你的愿望。 随着你的程度, 不断地给你向上提升。 佛在后面, 又跟我们说的时候, 能力闻着念三宝。 你看看, 他得受用。 这个念三宝就是真正的受用。 所以我们一定要深深地相信。 丝毫不能有怀疑。 西方世界是阿弥陀佛念离成就的。 这个字, 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 跟我们说的很明白。 是阿弥陀佛圆满智慧里面所信心。 同时, 也是每一个往生的人, 敬业所干的。 所以, 有人说, 灭佛人多, 往生人少啊。 灭佛为什么不能往生呢? 往生的条件是静, 心要静。 心静在途径。 我们用灭佛这个方法。 修亲尽心。 这个名词, 就叫做灭佛三昧。 三昧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意思, 叫正受。 正, 正常, 受是享受。 这个念三宝, 就是正常享受。 可是诸位, 千万不要误会了。 我念佛念法念僧, 这就正常享受了。 不是的。 是心地, 心里面, 觉不迷, 正不邪, 静不然。 这个就是念三宝。 所以那个念呢, 不是口念, 是心里面。 心里面呢, 是觉正静, 这叫念三宝。 心里头, 你一些人, 口里头, 念佛念法, 那可没有用处的。 心地要觉正静。 念是从心呢, 不从口啊。 这一点, 希望大家要特别留意, 一定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们学佛才得受用。 禅心, 参禅得受用。 禅心, 禅心是什么呢? 禅, 禅是从俱进去的, 俱而不明。 所以禅宗所标榜的, 要大吃大悟, 明心见性。 禅先是俱性。 从教下入的, 教下包括很多, 像天台宗, 弦首宗, 三论宗, 法相宗, 这些宗派都是从教。 从经典里面入去。 它是什么心呢? 就是你有这个心呢, 就得受用了。 它是正经, 正直, 正经。 它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 想法, 跟佛完全一样。 受佛的熏陶, 每一天读诵经典, 研究经典, 受佛的熏陶, 于是它就看法想法了, 逐渐逐渐跟经相应。 正知正经。 净土宗的心, 是清净性。 心地真地道的清净, 一尘不染, 万元都放下了。 这是净土的心。 所以到这种程度呢, 就决定, 哇塞! 而且, 你要是入了这个境界, 你会非常有信心。 我有把握,哇塞! 会有信心。 甚至于什么时候去, 自己也可以能做得了主宰。 寿命还很长, 可以提前走。 寿命到了, 如果有事情再耽误几年, 也不要紧。 生死自在啊, 不受寿命的居所, 心要清净。 清净性是享受。 禅热性是享受。 教正性是享受。 这就是为什么经上佛业在家, 念佛念法念祟。 是这个意思。 你如果说是, 达不到这个境界, 你的修学没有成就啊。 你虽然学了, 没有成绩。 你一丝毫受用, 没有得到。 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末后一段经文, 比佛活顾好阿弥陀, 到成就如实功德庄严。 这一段呢, 是讲的正报。 是讲的正报。 那么佛, 释迦摩尼佛特别提出阿弥陀佛的名号。 因为这个法门, 就是教我们支持名号。 阿弥陀佛特别提出阿弥陀佛特别提出阿弥陀佛。 世尊, 世尊, 为了说法方便其间, 只给我们讲了两个意思。 无量光, 无量光, 无量手。 其实, 这个名号含义, 无量。 佛之顺良。 但是这两个, 可以说是, 无量夜里面最要紧的, 两个意思。 光明, 代表的是空间。 光明照, 照着可代表空间。 寿命代表时间。 在时间和空间里面, 就能够包容一切。 所以, 一切的无量不出光瘦。 不出于时间和空间。 时空就包含了一切的无量。 那么这个, 一切无量就是法界的本体。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 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 这个四十真相参透了。 如一切大经里面所说的, 是, 十九和本九。 十本不二。 三佛不二。 众生跟佛不二。 所以, 一念相应, 一念佛。 一念相应, 念念佛。 我们的疑惑。 我们的疑惑, 才是真正从根八出。 我们的疑惑。 我们知道, 念佛的好处。 念佛的利益。 念佛的善巧。 好, 方便。 这个方便, 确实能帮助我们快速度地恢复自信。 明信仅仅。 快速地臣服。 我们今天, 对这个离语寺。 不能够清楚地明了。 这就有疑。 佛在大经上讲, 疑。 就是无量寿经上, 佛也说过。 疑是菩萨修行的很大的障碍。 那么由此可知, 断一身心呢, 是我们每一个修学人, 必须要关心。 如何能够断一身心? 善根厚的人。 说到大点, 他不怀疑。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瞧不起一些老太婆, 不认识自己。 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就很老实, 一听到阿弥陀佛, 心里想阿弥陀佛, 口里念阿弥陀佛。 他真敢, 他真想念。 到临终的时候, 人家站着走, 坐着走, 又不生病, 欲知失知, 而问向好得很。 他那是真正如法。 我们自认为, 知识分子受过高等教育, 受过阔学习礼, 对这个经教阿弥陀佛充满了怀疑, 念到临练宗是一塌糊涂, 还要搞六道轮回。 根本是老太婆比比差太远了。 这是我们要特别提高, 警觉的。 所以真理有仪, 一定要断仪。 怎么断仪呢? 一定要开智慧。 为什么呢? 学到老太婆学不上吗? 学不来吗? 学不来的办法呢? 就是要在教理上下功夫。 要在实行上下功夫。 行可以帮方结, 解可以帮助些。 认真努力, 断一身心。 我们的功夫才能够得理。 这个经常讲的,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如今世纪。 这句话也非常重要。 我们千万不能够把它说过了。 这里都喊着有很多很多的秘义。 你要把它看清楚看明白呢? 我想, 无量法门摆在面前, 你一定选择念佛法门。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一句话。 你说,我为什么要选择见头法门? 我就是为了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如今世纪。 我就为了。 世界时间短了。 西方极乐世界, 诸圣山。 圣山是前面跟诸一样, 等觉菩萨了。 多少时间修成佛呢? 总没有超过十阶了。 十阶就能够从凡夫修到等觉。 我说, 这个便宜太大了。 我为什么不去呢? 我当然要去吧。 你在其他世界修行, 佛在经常讲的三大阿神奇迹。 一个阿神奇迹是多少呢? 。 从前, 李老师, 在词光讲座里边的讲义人, 他有一个说法。 也是根据经典里面说法的。 叫阿神奇迹, 一千, 下面八个万字。 一千, 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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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是一个阿神奇迹, 还要成三倍。 底下呢, 单位是相同, 都是基。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十阶就成就了。 你要搞三个一千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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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都还搞不成功。 你说这西方极乐世界多便宜啊? 就凭这个, 我们就要阿神。 所以他对一句话的含义很深很深啊。 千万不要疏忽了, 那一边成就容易快速啊。 那么根据经上所说的这个意思, 我们仔细去观察, 我都告诉诸位了。 西方世界, 从我们反复修到真正等觉菩萨, 大概只是三阶、四阶。 不是十阶。 如果是十阶修成的, 那只有阿弥陀佛成佛, 第一阶去往生的, 现在成了等觉菩萨。 那第一阶去往生, 现在成等觉菩萨, 在西方世界人数是少数, 不是多数啊。 这十分之一了。 那明明世尊告诉我们, 西方世界等觉菩萨是多数。 那多数可见得, 就不需要十阶了。 那个三、四阶去往生成就的, 这个三阶、四阶、五阶、六阶, 大概是, 第六阶去往生, 现在都成等觉菩萨了, 他才是单多数。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观察, 去计算, 才晓得西方世界修行容易。 为什么容易? 经常你仔细观察了, 你会恍然大悟。 第一个, 他没有退院。 他修行的环境好。 没有障碍。 老师, 阿弥陀佛, 老师好。 同学, 是诸上善人。 都是等觉菩萨, 真正的等觉菩萨。 是同学。 其次, 更殊胜的, 你每一天, 都能够供养社方, 无量无边的度佛如来。 你供养佛, 一定听佛说法。 每一天听一切度佛为你说法。 所以你只要三四节就成佛了。 原因在这里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 一尊佛都遇不到啊。 所以要三八十七节。 那你的修行环境太好太好了。 所以, 你佛在无量寿经上讲的话, 没错啊。 多少菩萨想求这个法门, 求不到。 我们太幸运了。 这一生当中, 居然遇到了。 没求, 碰上了。 这个运气很好啊。 碰上了, 你要不能够把它抓住。 不能利用这个机会。 这一生就见阿弥陀佛, 那就都可惜啊。 下面这个大段, 使特劝众生, 因求王生以法院。 在我们经本76年到82年。 这个是第二个大段。 前面是讲信, 起信, 这个地方是劝我们法院。 经文, 有舍利佛, 基罗国土, 众生生者皆是奥辟八指。 一直到主上善人去回忆处。 这段经文, 跟四十八月, 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完全相同。 可以证明这是真正的事实。 决定不是假的。 并不能用这个程, 他和他都是众生生。 把他和四十八愿的愿文和起来看。 你才能够了解里面真正的意思 他地确是平等的 菩萨去往生也是这样的 我们去往生也是这样的 地狱出生去往生也是这样的 他并没有简别 哪一类动生去往生做欧为约知佛萨 哪些动生去往生还做不了欧为约知佛 他没有 他是平等的 解释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本愿的价值 欧为约知是凡语 凡成中国意思叫不退转 就是不退转的菩萨 那么这个不退转呢 是圆满的三不退 小陈出国 为你不退 所以正到小陈出国 就决定不会退转到凡夫 等于说他得到保证 他是进进退退 但是他退有一个底线 好像你在学校念书 你上了学了 你念书不用工考试不级别 会留级 不会被开除 你怎么觉得他一年级 他最低对吧 不会被开除的 这是保证的 保证的 保证他退转的有个底线 不会更再退了 那么第二种呢 行不退 行不退菩萨 菩萨绝对不会退转当小陈 这是行不退 第三种呢 是念不退 念不退 是明心解心 破证无明这一份发生 他不会退转到三陈菩萨位 所以他退 菩萨地区修行呢 是有进进退退 但是他都有个底线 不会退过这个底线 那么如果三种不退 统统都证得呢 这在原教室处处 在别教室处地 可是此地 欧阅至菩萨 许多古大德的注决上都肯定说 七地以上 七地以上 欧阅大师的时候 在要劫里面呢 又告诉我们 这是原政三不退 这个原政三不退 古德没有讲过 欧阅大师讲的 那个地位就高了 原政越满 越满的三不退 是等着菩萨 像观世音大师之 他们这个阶层的人物 如果依照欧阅大师这个说法 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蒙阿弥陀佛灭力加持 使我们凡夫 一凭烦恼都没有断 一下就给你拉到等着菩萨的地位 换一句话说 你的神通 你的智慧 你的道理 你一切的受用 等等着菩萨平等 那么这个话 我们可以相信 为什么可以相信呢 我们由无量寿经做证明 世尊跟阿弥陀佛 在无量寿经 确确实实 是这样说法的 所以欧阅大师讲这个话 它是有根据的 它不是随便说的 我能够得伤识 我们下写的 我们下舞 Could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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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我承识一次 这是这道理 但是颁寂 你 我能够得伤识